《山寨探望十六》 是誰的錯又是誰錯 十之三 1995年5月6日 彭楚瑩一日抽筋約廣華醫院 向陳明明醫生說 借戒服安眠藥 出現流口水、外製、神經緊張 正常停藥的徵狀 其後由賈光田陪同轉往養和醫院 彭楚瑩的包姐去雙屍灣找不到她 她家人報警找人 警安翻查電腦記錄 知道彭楚瑩剛剛由廣華醫院出院 於是燒案 彭楚瑩沒有去國衛保障上班 公司亦沒有行動 彭楚瑩的包姐打電話給孟新 一個代為聯絡彭楚瑩 孟新說 彭楚瑩是不想見家人的 拒絕提供消息 彭楚瑩出院後 兩度到方曼新的住所 其中一次還拿著把刀 7月 方曼新和彭楚瑩斷絕關係 停止透過醫院上的戶口轉帳給她 不再跟她聯絡 轉換其他女朋友 彭楚瑩的包姐 或者責怪方曼新拋棚彭楚瑩 方曼新就說 她暈得我不暈得嗎 我從來沒有說包她做依賴 她也沒有說非君不嫁 十年間我on and off 都有找她 或者她找我 我幫她開狗譜 那你說男人僅有少許企圖 十年間在肥蘭身上 用了差不多百萬 7月6日 涉秉鴻京羅湖 由香港返回內地 7月20日返回香港 9月22日 彭楚瑩兩個月沒有交電費 華德大廈單位正式截電 李易明的妹夫生意周轉不靈 得到方曼新協助 度過難關 方曼新是職員許文豹 介紹到李易明認識方曼新 方曼新打本給李易明 開始製衣配件廠 李易明其後幫方曼新收樓四到五次 每次收樓 方曼新都被鎖匙去 1997年 方曼新企圖進入華德大廈單位 方曼新分組給一個民生的大漢 為免發生衝突 便離開了 如果方曼新的講法真確的話 彭楚瑩在1997年仍然生存 但單位1995年已經被截電 之後都沒有覆蓄供電 單位仍可以分組給人住 實在內人尋味 1998年 華德大廈單位欠交差響被追討 方曼新去到單位拍門 沒有人應援 方曼新之後收到信 彭楚瑩欠交管理費幾個月 方曼新打電給李易明 跟他說 你在華德大廈看有沒有女人住在 你叫肥犯就行了 彭楚瑩1995年沒有再出現 還會繼續交差響和管理費嗎? 方曼新交給李易明三到四條鎖匙 李易明按方曼新的指示 帶同鎖匠抵達華德大廈 鎖匙無法打在樓下的公眾鐵集 李易明要求居民可以集備拒絕 還驚動警方 李易明沒有業主委託證明 竟然不讓她入大廈 李易明打對方曼新 竟然跟方曼新講電話之後 李易明仍然無法進去 李易明給了鎖匙100元之後離開 把鎖匙交給方曼新 1998年4月 華德大學看間馬錦輝 見到方曼新帶了兩個地產代理 來到華德大廈 上台單位的門鎖匙 說門鎖已經被人換了 三環大樓二三十分鐘後離開了 門鎖是何時被換的呢 由誰人跟換呢 方曼新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呢 方曼新以為彭楚營搬到第二道鎖匙 甚至已經出國不以為意 拿了彭楚營信箱入面的所有信件 1999年年中 彭楚營單位傳了死老鼠的味道 鄰居沒有報警 樓下住戶發現單位的窗長期打開 8月25日華德大廈14樓1A的住戶 發現屋內的天花板有水滲漏 原因是對上一層單位窗戶長期打開 投訴樓上單位在業主方曼新 曼新未免負上刑事責任 到現場的看客 但沒有人應援只得截反 10月5日晚上8時45分 颱風丹尼走入南海 香港天文台玄桂1號封球 方曼新對彭亞地相述的鎖匠王英才說 華德大廈單位被人換鎖 空置了幾年 這是王英才陪同一起去開鎖 10月6日下午3點 天文台仍然玄桂1號封球 方曼新和王英才到達華德大廈 王英才拍開了單位大門 單位停水停電 屋內滿布雜物 因為長期打開窗 有多個水淌 呼煙瘴氣 王英才在大門門鎖一陣 方曼新記得睡房兩線窗都開啟了 窗簾半掩 入房關窗之後看出來 全程大概15到30秒 睡房的窗在睡床旁邊 關窗就上床 即使上床關窗 時間仍然有些長 15到30秒 足夠在房內走幾個圈 鞋骨睡床床身旁邊 地上 如果床身上床 一定會踩到鞋骨 如果床尾上床 山床沒那麼就手 翻身上床之後 離開單位 去旁邊單位找王二女 即聖龍護主的妻子 這個包容清理單位 說可以隨意拿走屋裡面的電器 王二女沒有答應到 王英才換鎖之後 方曼新問他要不要睡房間的電視機 王英才在睡房外面 看到電視機蓬滿了塵 沒有想著要 方曼新為何特別強調 拿走屋裡面的電器呢? 王二女或王英才 如果入房間拿電視機 就一定會見到鞋骨的 下午4點鐘 方曼新和王英才一起離開了 兩岸都沒有帶走任何物品 方曼新打了給楊貴才 約幫忙找人 去華立大廈清酒垃圾 晚上楊貴才到方曼新的 渣町山住所 我都華立大廈地址 一個單位鎖匙 當時香港懸掛1號風球 天文台預料會改掛3號風球 方曼新急於清理單位 10月7日後7點35分 天文台改完3號風球 密雲有雨 運輸司機楊子林和楊貴才 是唐兄弟 在屯門柔金頭村 見到楊貴才 楊貴才知道楊子林沒有東西做 說給幾百元做清潔 表明是去老闆的地方搬些東西 兩個人其後 和另外三個人 在全華家酒樓五線 楊貴才、楊子林、陳子聰、林國偉、林俊偉 分成兩寶馬斯加車和兩輕型貨車 下午3點半到達華德大廈 楊貴才留下一個人在樓下等 其餘四個人上樓 楊貴才和鎖匙開門 大門入口左邊是客廳 有一張沙發 右邊是浴室 放在洗衣機 單馬後方是睡房 房門扯在中間位置 睡房和房門相對的牆上有窗 窗下放置睡床 睡床旁邊有個垃圾桶 房間有梳裝桌、衣櫃、矮櫃、電視機 屋裏沒有電 睡房門沒有關 楊貴直接入睡房 睡房床被窗打開了透入光線 窗外有風雨吹進來 方曼身昨天已經關了睡房窗 睡房窗怎樣打開了呢 楊貴才為何一入屋就搶先入睡房呢 楊貴才大叫睡房裏面有一副鞋骨 楊姐和同伴走進房門口探頭看一下 見一副母頭的人骨 躺在床邊的地上 初時以為是標本 詳細看一下 抗體人骨 楊貴才走出屋外面 打雷給方曼身 嘲笑方曼身昨天來到都看不到鞋骨 方曼身叫楊貴才報警 楊貴才等人先行離開 楊貴才發現人類鞋骨 竟然會嘲笑方曼身看不到 實在內人尋味 下午3時43分 西港衝鋒隊第四小隊三個警員 42歲警長鄧偉生 37歲警員張惠國 40歲警員顏文烈 接報到場 警長鄧偉生大學睡房兩部 就記得一副毛頭鞋骨 躺在睡房的左邊地上 由此可以見到 只要一帶有睡房 就可以看到鞋骨 整副毛頭鞋骨 腳向睡房的門 向右傾側 右腳壓著一對衣服 兩手向下垂到膝頭位置 沒有任何衣物衣服 右腿骨的旁邊有一個電視機遙控器 鞋骨頸部和牆壁之間有一個粉紅色垃圾桶 鄧偉生直覺認為 頭部位在垃圾桶附近 有一個垃圾桶 引入見到裏面有頭顱 一個避孕套 一些荔枝殼 荔枝核 紫章 楊桂才向警員講解發現鞋骨 經過鞋骨尼彈 向方曼生查詢 方曼生說 彭祥是三年多沒有交租金 相信已經搬離單位 所安排工人上門清潔 是否租金每個月一元 這一元是否每月繞交 方曼生因而得知 彭祥營有沒有交租 彭祥營三年多沒有交租金 1995年7月 方曼生和彭祥營短截關係 停止透過儀彥祥戶口轉帳給他 時間相約 張惠國客廳分為一個啡色銀包 入有彭祥營的身份證 儀彥祥匯豐銀行的提款卡 一張油麻地精神科病歷卡 1100元現金 張惠國向上封查問 彭祥營後未被通緝或失蹤人士那一陣 都沒有結果 張惠國搜查那一陣沒有戴手套 留在紙毛 描述了上述的證物 業主身份敏感 警方將案件列為最高機密處理 西高雲從來組接手調查 案件列作鞋骨發現 探員陸續到場 三個警員收隊離開 之後沒有再參加調查這案 探員發現鞋骨上面沒有殘留衣物 地上的衣物 將是當時全身赤裸 盤骨大小 暴雷性特徵 身份難以辨認 憑現場撿到銀包內的身份證 推斷死者是彭楚營 網裏有一份1995年6月的報章 1600多元現金 一隻金戒指一條金鏈 夜晚發任所專方服務主任 顏素玲到場 班位無電 許了警方封鎖現場 明天才進行搜證工作 單位無電可以在其他地方拿 現場檢查真心血廟 搜證不容延遲 單位明天都是無電 卡斯帕定律 在大氣裏面 屍體腐敗速度 如果設為1 在水裏面會慢2倍 在土裏面會慢8倍 攝氏25至35度 最適宜腐敗進行 暴落在空氣裏面 成人屍體白骨化 在下季 雖是10日或1個月以上 在蟲組和腐敗作用下 大概2個星期便可 方曼生10月6日 穿睡房一陣 鞋骨應該已經存在了 楊貴就先留在 尤其警署和西九龍總區總部 脫下衣服 扣留了60個小時 其後在警署裏面 和方曼生見面之後獲釋 任何人被警方拘留之後 警方應該在可行情況下 通常在被捕之後 計算48個小時之內 儘快將被拘捕的人 帶到裁判法院提案 警方如果想延長扣留時間 一定要將被拘留的人 帶到裁判法院 作出有關申請 被拘留的人 有權提出反對 也申請保釋 楊貴才不是疑犯 未被扣留 脫下衣服扣留達到60個小時 可用警方調查首發 違反指引 疑犯脫下衣服交給法院所發言 是正常程序 但都是被衣服穿的 方萬新對探員說 昨天曾經穿過單位 沒有發現鞋骨 過往接到欠交管理費 和單位漏水投訴 去到單位看一陣 每次都有業務委員會的人陪同 期間沒有發現有屍體或鞋骨 單位已經換鎖了 方萬新沒有鎖匙 他們請入單位 還是在門外呢? 方萬新說 我幫過他9990次 我的朋友說我好人 所以顯靈會看不到 方萬新說 並不是對彭卓人失蹤 不聞不問 下個犯人前兩年 即1997年 多次企圖進入單位 但遇到有民生分租戶 為免衝突 才不進去 許者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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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